为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自救护救技能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是党建引领就在身边红十四救护员培训班 今天上午开班 此次培训活动共有来自全市各工业园区 各市职单位机关党员干部400人参加 培训分八期举办 每期培训时间两天 培训现场讲师用生动的语言详识的例子 为学员们讲解外伤现场急救的止血 包扎 骨折固定 现场心肺复苏技术 逆水 交通意外伤 严重伤处理等意外事故 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并让学员们现场实操起来 参加的是急救培训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比较重大 因为人就是说任何时候都可能有意外 知道自己怎么办 等到医护人员的时候 仅先简单的处理 主办单位介绍 希望通过举办急救知识培训 把党员干部培养成红十字会救护员 将日常应急救护融入全市应急工作大局中 并通过以点待面全面铺开的方式 提高党员干部自救护救意识和技能 让党员干部面临日常突发事件时 能涌当先锋及时开展救护 把人员伤亡降到最低 使更多的人学到这个应急救护知识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分享给家人 同时使这个应急救护的知识 能够一全十十存百这样子传递下去 让更多人掌握这个应急救护知识 本台记者张旭杨洪宇报道